嗨 你哈喽 嗨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冯春春 来自美丽的山城重庆 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去年发生在我家的 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完全是我感觉到 事不可思议的 那下面 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如果你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给我长按点赞 收藏 转发 评论 谢谢 国内我们都喜欢喝温水 可是老美啦 一年四季 春夏秋冬 早上晚上 喝矿泉水 喝饮料 都会加冰块 我家有一台自冰机 你看到一块一块的冰块了吗 去年 我家的自冰机漏水 将家里厨房的地板浸泡坏了 我老公打电话给自冰机公司 希望他们维修好我们的自冰机 并且赔偿我们的地板费用 自冰机公司的人 将我们家自冰机修好了 并建议我老公 可以打电话给房屋 保险公司 让他们来看看 也许他们会赔偿我们的损失 房屋保险公司 也派人来勘察 测量了 然后让我们等待消息 我们在家等了两天以后 房屋保险公司 给我们发来了邮件 也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重点来了 大家猜猜保险公司 会怎么样赔偿我们呢 赔偿的结果 太出乎我的意外了 我老公也认为 保险公司是疯了 因为保险公司告诉我们 他们会赔偿我们 三万六千美金 而且 我们还需要搬到 到宾馆去住一过月 这一过月的费用 全部由保险公司承担 不错 你没听错 他们 会赔偿我们 三万六千美金 我以为 赔偿三千六百美金 就非常不错了 本来我以为 就是把厨房的地板换一下 最多把客厅的地板 一起换一下 没想到 他们要把我们整个房子的地板 全部换掉 这下可真的是够折腾的了 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东西 都得搬到外面去 而且还得找地方来堆放 大家看看 这是保险公司找的人来 帮我们搬东西 一件一件的打好包 把我们的东西搬到外面去 而且找了一个地方 帮我们堆放 真的觉得老美是不是太奇葩了 是不是有点出乎于人的意料啊 当时我老公的儿子还和我们住在一起 所以保险公司给我们在宾馆里开了三个房间 每个房间是200美金 三个房间每天是600美金 一个月下来也是18000美金 三个房间是我和老公一个房间 我儿子一个房间 老公的儿子一个房间 这是保险公司当时让我们住的宾馆 大家看看环境还不错吧 看看这只可爱的小兔子 也要和我们一起去住在宾馆里 而且保险公司是先开五万四的支票给我们 这个好像跟国内的赔赏程序有点不一样是吧 当我们收到保险公司给我们开的支票以后 我们就开始去看地板 然后寻找换地板的公司 当时在选择地板的时候 老公总是以我的意见为主 他也征求他的意见 两个人共同的一起选择我们共同爱好的颜色 以后我们都认为选择浅色的比较好 所以选择了现在铺在我家里的颜色 地板颜色选好以后 我们又选择换地板的公司 老公咨询了一家老美的公司 也咨询了一家老莫的公司 我通过熟人和朋友介绍 咨询了两家中国的换地板的公司 我通过比较 老公又考虑到说中文的 会和我沟通更好 让我也能够参与其中 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家中国的换地板的公司 但是没想到这家中国换地板的公司 让人很失望 第一个失望的是 他没有师傅 当时炮坏的地板要撤除掉 他找不到人来撤除 找了两个年纪比较大的 最后他和他的老婆一起来 本来说好的是星期一的上午9点 结果到了下午2点钟 他才和他老婆来到现场 我老公就比较生气 因为老外是非常讲诚信的 你说好的几点钟来就几点钟来 中国这个人换地板不讲诚信 所以我又重新换了一个 我得感谢当时的互联网 当时我就在抖音发了一条信息 说我家要换地板 结果就有好几个在洛杉矶生活的 换地板的人和我联系 最后我选择了一个年纪比较轻的 看他说话做事都比较好 最后经过20多天的努力 我家的地板终于换好了 地板换好以后 装完毕以后 清洁公司帮我们做了一次大卫生 剩下的就是我和我家阿姨一起做小卫生 我用我家吃兵器漏水 保险公司赔偿我们换全屋地板的事情 终于完成 天清洁公司做了大卫生 今天我家阿姨和我一起做小卫生 大家看看每一个瓶子上都是灰尘的 要仔细擦这些 完了告诉大家 我家的房屋保险每年是2000美金 我们总共交了有40年了 而且我们家的地板也是5年前才换的 你们觉得保险公司赔偿我们36000美金 是多还是少了 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建议 是的 是的 在这里 是 有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